一书难写中外史 万字竖进古今情 欢迎收听 历史其实很有趣 青史其实很有趣 第五十四集 明末清初的女性文学家 明末清初是社会动荡的时期 但是女性文学家 却在这个时候活跃了起来 因此她们的文学创作 更是一举跳脱 成为了当时文坛的奇葩 当时女子结社 抚情对意 切磋诗意的风气日盛 尤其是江苏跟浙江两省 更是才女辈出 其中与财静怡 朱柔哲 林以林 前云仪合称 娇元无子的徐灿 便是这样脱颖而出了 徐灿在诗词之夜 繁茂的清代 诗词双忧 巧功会士 有以填词 知名于士 是唯一能够与李清照 其名后世的女词人 徐灿身于明末清初 自幼受到父亲 徐子茂的文学熏陶 经史接通 很受徐子茂的喜爱 后来嫁给了明末清初的知名诗人 陈之灵 婚后不久 陈之灵 尽是极地 前途一片大好 但是好景不长 被崇祯皇帝 永不续用 夫妻二人 只好离开京城 回到了海宁 这次的不顺的仕途 对于陈之灵的打击很大 但是他心中 仍然存留一丝 对观幻前途的留恋 明朝灭亡之后 陈之灵归降了大清 深受儒家思想的徐灿 对于国家一直怀有忠贞之情 明清更替 有的人誓死如归 抗争到底 有的人明哲保身 徐灿深受名词首节的 时代精神影响 有着一颗充满忧患的爱国心 所以见到丈夫 服从而不抗争的命运 实在是难以接受 但是她已经嫁为人妇 丈夫才是左右家庭命运的转轮 受到封建思想影响 只好默默追随丈夫 所以心情矛盾而忧愁之极 再加上留住精师 徐灿的心系家乡 隐居的梦想难以实现 内心更是哀怨悲楚 徐灿与丈夫的理想追求不同 从同一个时期 所作的词中可以看得出来 徐灿作 残月双窗沙 莫辨西斜 艳深和梦落天涯 渺渺蒙蒙云玉缕 客室缓嫁 深切表达对家乡的思念 而陈之灵在同题 所作的《浪桃沙》 《赶新和香平韵》中 则写了 挤在似飞花 飘朵精华 持怀雨泪听萧家 游带故宫明月色 不及寒鸭 乌帽是青纱 紧带红鞋 当年游戏玉河崖 云里地沉双风雀 好个天家 表达的却是平步青云 紫衣紧袍的欢喜之意 夫妻双方面 对王国的气节 和态度的迥异 埋下了徐灿 后半生哀怨的伏笔 顺至十二年 陈之灵任大学士家少保 登到了仕途的巅峰 但是光芒太盛 并不是一件 值得称道的事情 由于汉族人出生 不久他就遭到了大臣的弹劾 顺至十五年 陈之灵因为汇选内奸 而被革职 没收了家产 全家迁往沈阳 六年之后 陈之灵与他的儿子 相继的去世 徐灿在失去丈夫的悲痛当中 还没有缓过来 又失去了孩子 其中的滋味 岂是悲痛所能形容 遭受众多的家庭变故 他的心情非常的痛苦 晚年 他只能从佛法中 获得心灵上的寄托 虚灿身于乱世 风光过 败落过 颠沛流离一生 充分地体验了国仇 家难的悲凉和生活的困苦 凄惨的遭遇 让他的心灵受到了双重痛苦的折磨 最终造就了他 词作上面有男性词人 也少有的沧桑 深沉 和跌宕悲怆的意涵 以及内韵 他在踏沙行初春的作品写道 故国不在 我也犹如漂泊的小舟 无处停歇 白云依旧笼罩在同样的河山上 岂至今天早已经改朝换代 这首词既抒发了深沉的历史感 又表达了沧桑的现实感 这在女性的词然当中很少见 另外在唐多令感怀的作品当中 徐灿的家国慈禁 境界高阔 题材广阔 叫他之前或同时代的归秀作品 更有一定的历史高度 开辟了清朝 女性文人关注国家设计的先河 此中表现出浓厚的女性特色 但是已经出现了 归宗恩怨偏于故国之仇的痕迹 将历史和现实交融在了一起 把作者的矛盾 把作者的矛盾跟沉重的历史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赢得了他在女性磁史上的特殊地位 时代赋予于徐灿 对慈禁开拓的使命 无论是内孕的生意 还是慈禁上面的宽宏 都突破了女性局限于规格生活的细腻感受 更有不弱于男儿的荡气回肠 悲壮豪气 令人赞叹不已 徐灿的词 在境界上和意运上 都堪称女中翘楚 他对前代归怨词 做了继承 又对女性的词题材 做了开拓 感谢您的收听